新型冠状病毒持续扩散 在中国已经失控 上海医疗界周一表示 已开始实施存在风险血浆治疗 受到专家质疑 日本专家警告 中共当局延误了应对病毒的最佳时机 日本已进入新冠病毒加速传染阶段 日本流行病学专家韦生茂 曾经担任WHO西亚台区主任 他周一警告 日本冠状病毒已进入加速发展阶段 截至周一 包括钻石公主号邮轮上感染的454人 日本确诊感染总计519人 卫生茂认为 应对措施应该修改 调整 防疫重点应从隔离检疫 转向社区防疫 卫生茂认为 乌汉当局延误了对病毒反应的最佳时机 周一上海卫生部门表示 他们将尝试为新冠肺炎重症病患 注射康复病患的血浆作为尝试性治疗方法 之前 武汉金一坛医院声称 他们近期使用这种方法 患者症状明显好转 但专家警告 SARS爆发期间曾尝试过这种疗法 但治疗效果如何 没有明确文献佐证 还需要很多研究 宣称这种疗法具有疗效 研制过早 而且还有可能将病毒一同输入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表示 目前没有发现有效治疗方法 也没有疫苗 建议采取日常预防措施 包括不要和病患接触 勤洗手等 新唐人记者李梅综合报道